京王爷在京都谋判事后变得愈发的沉默,除了魏太后举国发丧时哭灵一场,他再也没有入过宫,兼职花农也再没有出现在重大臣们的面前。 王府成了京都里最安静的地方,这扇大门只对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敞开,其中自然包括范贤。 范贤偏着头,将手指搭在京王爷的手腕上,眉头微微皱着,片刻后松开手指,想了会儿后说道,两年前染的风寒早就好了,只是这脉象总有些不妥,却说不清是什么不妥。 京王爷一瞪眼睛,说道,狗屁不妥,你跟着费剑那老家伙能学到什么东西? 滚开滚开,现成的青山明依不用,你拦在这儿做什么? 青山明依自然指的是范若若,若若今天入府之后,显得格外安静,因为他心里着实有些不知如何面对京王爷,此时听着这话,又被婉儿笑着,看了一眼,知道躲不过去了,上前扶了一扶,然后认认真真的看起了脉。 范贤在一旁忍着笑,自去了一旁,京王爷的身体在他和太医院的看护下,当然什么问题都没有, 先前只是和王爷演了场戏,让若若放松些,只是京王爷看着范若若老怀安慰的模样,就像看见了李鸿城正和面前,这女子在成亲,笑得十分诡异,让范若若如何能够放松。 好在范若若一旦将王爷当成病人看待后,神情便自然起来,半晌后皱眉说道,哪里有不妥,王爷的身体极好,我面相看着老,但其实身体不错,红尘这点随我。 京王爷眯着眼睛,看着面前的姑娘,说道,若若啊,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,如果换在别家,只怕早就嫁了,也就是你这哥哥当年胡闹,把你送了出去。 说到此处,京王爷瞪了范贤一眼,旋即对若若温和说道,得考虑一下了。 范若若的脸,梳得一声白了,回头去看哥哥,却不知道无耻的范贤跑去了什么地方,只将自己一人留在此间。 在王府另一处,林婉坐在范贤的身边,小声说道,仔细回府后,妹妹撕了你的皮。 范贤蛮不在乎的耸耸肩,我这妹妹从来不敢对我大呼小叫,哪像你。 林婉如今已经生了儿子,最大的愿望解决,加上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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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忙于处理贩族及杭州会的事宜,忙碌的不行, 到渐渐养出些庄重富贵模样,身子更渐风鱼。 只是这位郡主娘娘在范贤身边,却是永远也庄重不起来,听着这话,气得一咬牙,在她身上凝了一下,说道, 只知道拿言语来刺我。 活翻点好,你还是个小姑娘,何必去伪装什么当家主母? 范贤哈哈大笑道,就是当年那个拿刀割喉的模样挺好,这是当年游子于强,登堂入室时的旧事, 林婉儿听她说起,不由一休,也忘了先前要说什么。 倒是范贤斟酌片刻后,在她耳边轻声说道,我去定州见了红城,这两年我也派人盯着她, 她当年虽然嬉戏花丛,可是如今已经不是那副模样,你说她和若若到底有没有可能? 林婉儿看了她一眼,心想,这世上也只有夫君这种人物,才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, 妹妹年纪已经这般大了,她才开始着急,当年是做什么去了? 你不是说,如果妹妹不愿意,你就宁肯她不嫁? 她睁着大大的眼睛,好奇问道,怎么又改主意了? 难怪把她留在王爷那里。 范贤有些头痛说道,不喜欢当然不嫁, 可问题是,这世上到哪儿再去找个比红城更好的男人? 林婉儿听着这话,也有些替小姑子着急,开始皱眉苦想起来, 看看京都还有什么好的人家,可是想来想去,想到小姑子的标准, 竟是一家也找不出来。 这夫妇二人身份贵不可言,处理起事物来也是聪慧无比,但在某些方面却都有些憨气, 也难怪当年在庆庙第一次相见,便王八看绿豆,对上了眼。 想了半天,想不出个折,林婉儿率先放弃,说道, 不嫁就不嫁,府上难道还怕养不活为姑娘? 听着此话,范贤大乐,心想玩在自己的影响下,果然渐渐改变,将要脱离万恶的封建思想。 他夫妻二人凑在厅房一角里,眉开眼笑,说着闲话。 另一厢,思思和几个老母子正抱着孩子与柔家郡主凑在一处说话, 柔家好奇地抱过宝宝,小心翼翼地抱着,看着婴儿可爱的模样,忍不住笑了起来, 哥哥银铃般的笑声响彻厅内,场景十分快意,自然亲切。 被笑声所扰,范贤从马的耳边抬起头来, 看了一眼看着穿着楚红色石榴裙的柔家,眼睛眯了起来, 明明是见有些俗艳的服饰穿在小郡主身上, 与他乖巧的性情一衬,反而显得平天两分明媚。 小郡主已经不小了,当年那个含羞清乎贤哥哥的十二岁小楼家, 已经变成了大姑娘,性情一如既往的乖巧可人,身份尊贵, 但服饰郡王,尊重姨娘,善待下人,在京都里的名声极好。 不知有多少名门望族眼巴巴地瞧着郡王府, 就等着府上开口。 柔家今年满了时期,案里早就应该定了亲事, 只是宫里的皇帝陛下联系靖王一人在府孤苦, 所以将这事拖了两年, 但也不能老拖着,靖王爷一子一女, 红城年近三十,却仍然不肯婚嫁, 夺到了定州,这女儿总得嫁人才是。 据范贤听到的风声,年后宫里便会给柔家止婚, 据老代讲,已经有很多国公府和大臣正在宫里暗自决历, 都把眼光盯在了这门亲事之上。 虽说娶位郡主娘娘回家,会有诸都不变, 对于日后的前途也会影响, 但柔家在京里的名声太好,没有人在意这个。 至于前途,小范大人也是娶了位郡主娘娘, 如今不一样是权柄无双。 所有人都是这般想的,拼命地走宫里几位娘娘的门路, 还有些眼尖狡猾的人,想到范贤与靖王府的关系, 以及他在几位娘娘面前说话的分量, 竟是厚着脸皮去求范贤。 想到此事,范贤不禁苦笑起来, 望着抱着孩子的柔家有些出神, 一转眼,柔家都要嫁人了, 自己入京也有五年, 这变化总是在不知不觉间让人们有些不知所措, 这样一位温柔漂亮的小郡主, 也不知道会便宜了哪家的子弟。 柔家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公子, 与思思凑在一处, 想分辨出范小花和范良姐弟二人的小脸蛋有什么区别。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抱着个婴儿, 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婚事, 眸子里的神情有些不安于枉然。 思思这丫头虽然已经当了两年的妈, 日常随着婉儿主持着府中事宜, 但这些被范贤熏陶出来的没大没小, 还是一点也没变化, 竟是大咧咧凑到柔家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。 思思说话的声音极低, 柔家郡主的眼睛却是越来越亮, 连连点头。 这丫头又不知道有什么鬼主意, 临玩眼间看到了这一幕, 提醒了范贤一句。 范贤心里也有些打鼓, 然后眼睁睁看着柔家郡主将孩子递给老摩子, 整理群居, 缓缓走了过来。 柔家对他深深行了一礼, 半蹲余地, 轻声说道, 贤哥哥。 已经五年了, 每当脸蛋红扑扑, 秀达达, 温柔无比的小郡主说出贤哥哥这三个字来, 范贤便会被麻得浑身酥软, 恨不得赶紧逃跑。 他赶紧正色浮起, 说道, 柔家妹妹, 这如何使得。 小郡主偏声不肯起来, 用难得一见的倔强说道, 贤哥哥得云我一件事, 不然妹妹不起来。 得先说, 再看我能不能做到。 范贤看着那边壮作什么都没做的思思, 心里咯噔一声, 觉得这事肯定麻烦。 柔家微修, 面色一红, 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, 年后宫里便要止亲, 望哥哥做主。 范贤一惊, 心想这种事情自己怎么能做主? 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, 柔家郡主说道, 哥哥是太长似正轻, 如何做不得主? 范贤嘴里发苦, 心想太长似正轻, 真不是人当的, 不论是大皇子那侧妃, 还是郡主出嫁, 怎么都要自己废脑袋? 一念及此, 他便对任绍安这丝有极大的怒气, 本来任绍安是他的之交好友, 是朝中三四中最得力的支援, 但两年大东山的宗师站, 竟是把这位任大人吓破了胆子, 不出半年, 便另觅了一个地方差事跑了, 结果就把太长似正轻的植物, 自然而然地交到了范贤的手上, 范贤沉吟片刻, 为难说道, 你是堂堂郡主娘娘, 婚事自然是宫里说话, 我如何能插嘴? 柔家抬起脸来, 眼圈一红, 说道, 若若姐姐的婚事, 你就有法子, 为什么柔家就不行? 难道贤哥哥真忍心看着妹妹嫁不好? 又是一生贤哥哥, 又是那毛子里的无尽忧怨, 范贤哪里不知道这位小郡主脑子里想的什么, 暗自叫苦。 她二人是堂兄妹, 柔家长大成人后, 才渐渐断了这个心思, 但是少女春意, 出蒙食的对象, 又哪里能够轻易抹去, 柔家即便对范贤没有什么心思, 却也是把她当成了最能倚靠的兄长, 甚至比红尘还要亲近些。 范贤无可奈何, 看着柔家眼眶里似玉垂下的泪珠子, 眼前似乎又浮现出葡萄架子下那个小姑娘可爱的神情, 心头一软, 着实也不舍得让宫里胡乱指婚, 豪气顿发, 爸爸, 这事就交给我了, 我把经理适龄的年轻人都挑出来, 隔着帘子, 让你自个儿挑。 宫里能选妃, 我也能给你选个好驸马。 一听这话, 满是巨精, 心想这也太不合体统, 柔家确实转杯为喜, 开心地笑了起来, 对范贤服了又服, 又小心翼翼地站到了他的身旁, 牵着他的袖脚, 似乎生怕他说话不算数, 时刻跑走, 开心说道, 谢谢贤哥哥。 林丸眼嘴一笑, 心想思思出的主意果然不错, 自家夫君果然不忍, 大概也只有他这无赖子, 才会想出隔连条驸马这种惊世骇俗的主意。 便在此时, 正跟着仆人去糟蹋了一番静王菜谱的林大宝, 从厅外走了过来, 身上全是泥巴, 手上也是黑黑的。 林丸一看, 赶紧迎了上去, 心疼地换人打水洗手。 哪里知道, 大宝只是愣愣地看着范贤于牵着他衣袖的柔家, 心想这小妹妹为什么要抢自己的地方, 心情便有些不好, 拉着玩的手走到了范贤的身旁, 攥住了范贤另一只衣袖, 向柔家瞪了一眼, 咕弄道, 小贤贤, 我饿了, 想吃包子。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, 只有范贤的表情极其无奈。 柔家郡主与范若若自幼在一处长大, 交情自然极好, 若若初回京都, 两位姑娘家不知有多少的话要讲, 竟是到了晚间还没有讲完, 竟王爷大手一挥, 便让郡主跟着范府的马车而去, 在范府住个五六七天, 在回王府不迟。 两天后, 范贤又带着妹妹出了城。 这次失去郊外的陈元, 路远难以行走, 加上新修的陈元里有更多坦兄路父的美貌机械, 玩和思思去一次便头痛一次, 所以这次是坚决不去, 柔家郡主却是因为害怕陈老院长本人, 也是坚决不去。 范贤兄妹二人只好自己去了, 陈萍萍身为长辈, 加上她与范贤当年的战友关系, 范若若回京后若不去拜见, 怎么也说不过去。 一入陈元, 风景依旧, 或许更胜从前, 老秦家叛乱时的那一把火, 除了让陈萍萍多了更多像内裤要银子的理由外, 没有造成任何影响, 青青甲山还是那个山, 外围山林里的埋伏机关依然森严, 园子里的美人机械依然是那般美丽, 就连唱曲的还是桑文的妹妹。 入院后略说了几句, 范贤本想向陈萍萍细细讲述一下陛下在西凉的布置, 以及院内的处置问题, 不料坐在轮椅上的老脖子挥挥手, 直接阻止了她的开口。 已经两年了, 自从范贤告老归丹州之后, 陈萍萍便把监察院的权力全数放下, 甚至是连听也不想听, 其中隐藏的深意或许范贤能了解一二, 但她依然不习惯。 因为她这一生睁开眼睛, 最先看到的人便是武竹书和轮椅上的老人, 从丹州史直至入京后, 她的一生都在这位老人的细心呵护和残酷打磨下成长, 陈萍萍的意志贯穿了她的生活, 就像是丹州后园的树替她挡风遮雨。 她习惯了陈萍萍站在自己的身后, 替自己解决最大的烦恼, 一旦陈萍萍陷入了沉默, 她便陷入了微微的不安。 如今的陈萍萍日渐衰老, 眼角的皱纹愈发地伸了起来, 好在两年里不用处理愿务, 只是在陈缘里散心, 精神还是不错。 她没有在意范贤此事有些黯然的不安, 微笑着与范若若说着闲话, 提及北齐那座青山, 说到苦河的死亡, 也自有些愧叹。 老脖子越来越像村口的一个普通老头, 而不是当年全控天下的黑暗君主, 这种转变, 即便是范若若一时也有些不适应。 从陈缘出来后, 在马车上, 范贤沉默了许久, 轻声问道, 她还能活多久? 今日带若若前来, 一是拜访, 二来也是要借妹妹如今精湛无比, 传自青山的绝佳医术, 来确认一下陈平平的大现之气。 范贤当然希望, 这位老脖子能够有更久幸福的晚年。 院长十几年前受过几次急重的伤, 双腿早断, 经脉不通, 两年前又中了一次毒, 医理论, 体衰气节, 随时都可能有危险。 范若若眉头微皱, 有些不解, 但这两年里, 太医院调理得极好, 应该还能支撑几年。 范贤没有作声, 从怀里取出几张纸递了过去, 说道, 太医院似乎没有这般好的手段, 开出这张药方, 能够将老院长的身体照料得如此好, 甚至比费先生还要厉害一些。 范若若接过药方细细查看, 心头一惊, 忍不住看了哥哥一眼, 说道, 这是陈远里开的药方子, 是不是有些眼熟? 用药诊证, 水准在我之上, 十分准确, 没有一丝多余, 而且手法很熟悉。 范若若轻咬下唇, 知道哥哥让自己看这药方是什么意思? 行医用药, 其实如同武道修行一般, 各有流派, 每位药用多久, 针对合正, 用和手法, 只要是在医道上浸饮久了的人物, 总能嗅出些味道, 更何况写出这几张药方的人, 与范若若还有不浅的关系。 范贤闭着眼睛说道, 在青山上教你医术的那个木棚, 是不是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北齐? 范若若看着兄长点了点头, 欲言又止, 范贤知道妹妹在担忧什么, 那位苦和的入门弟子木棚,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 是妹妹在医术上的老师, 妹妹当然不愿自己的兄长对她出手。 我谢她还来不及, 怎么会对付她, 我只是不明白, 她身为天一道弟子, 为什么要来南庆做这些? 范贤闭着眼睛, 冷冷说道, 要查一件事情, 最简单的便是当堂对质, 当面质问, 尤其是涉及不可告人秘密的问题。 在一个阴天的下午, 京都西城河池方, 这座龙蛇混杂的所在地, 一位戴着立帽的黑衣人, 很直接地走上了一座二层小楼, 悄无声息地进入, 手掌一番, 一把黑色的匕首, 悠悠然地叹了过去, 轻轻地横在一个人的脖梗上。 屋内震慑很简单, 这人正在床边收拾包裹, 似乎准备远行。 他身上坐着郎中打扮, 此时感觉到脖子上的寒意, 刺得他脖梗处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 他叫穆鹏, 是苦河入门二弟子, 整个北齐医术最为精湛的医生, 两年前奉大师一命, 深入南庆, 想尽一切方法靠近了陈平平, 用自己绝妙的医术获得了陈平平的信任, 又找了个借口, 掩去了自己的身份。 他虽是魏大夫, 但苦河的弟子岂有寻常人, 能够被人悄无声息地借和池方喧闹声摸进门来, 并且将刀剑横在自己的脖梗上, 他知道身后这位刺客一定是天底下最顶尖的人物。 木鹏没有回头,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, 便见一团粉末铺的一声击打在黑衣人的脸上, 这一手阴寒无比, 极箭功夫。 天一道入门弟子, 果然不简单。 粉末顺着力帽速速落下, 范贤闭着眼睛, 没有闷哼, 甚至没有呼吸, 因为他知道这一盆药粉里 孕着极可怕的毒素, 抑着失算之下, 他并没有横抹黑笔, 却是指尖轻轻一挑, 将一枚毒针扎进了木鹏的颈后。 木鹏身体一麻, 抢在身体僵硬之前, 啪的一掌拍碎了包裹里的小瓷瓶, 毒烟喷洒了出来。 轻步一晃, 范贤的手从他身后如垫探出, 只用一块布便将那些毒烟垄于其中, 一丝一缕都没有露出来。